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亚波罗的国度,位于亚巴顿的地狱,经过一个由四条河围绕的花园,有一座古老的城市。它的名字以前叫未受诅咒。经过时间和语言的演练,高明的鬼王为这座城改了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叫做不被诅咒。 有人认为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这座城已经受了诅咒,正逐渐衰亡。 城里的军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无止境地劳动,挣扎求存。 数年,数十年和数个世纪过去了。城里的人口不断增长,辛劳的工作。 这座城的统治者正是鬼王的后裔。 精明的统治者懂得利用无止境地工作和轮班模式来运作这城市。 下一个,我叫顾智。 下一个,我叫基督徒。 下一个,我叫基督徒。 下一个。 工作是最重要的。 由于人手不够,所以有一天发生了一场骚动。 当他们发现,有一个人失踪了。 什么? 退后一点,多撞一次。 退后一点。 死下来,全都死下来。 电话烧光,快点儿。 监工马上会来这儿。 如果我是你,我会非常小心。 免得受到任何污染。 那就是他。 对的,没错,就是他。 他就是尽忠。 真是个傻子。 每个人都会有梦想。 顾智,你不能个完全责怪他。 就算他是个傻子。 他肯定是个傻子。 只有傻子才会那么笨走到边界以外去。 离开这个城市只有死路一条。 死定了。 边界以外,他到那儿了吗? 对。 每个人都知道在城墙以外,除了死亡,没别的。 不对吗? 你叫什么名字? 基督徒监工。 不是,我叫基督徒,你才是监工。 我想你不会像尽忠那样,会不会。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让他走岔了。 不会,不会,常然不会了,一定不会。 好极了,不要留下任何一张纸。 取每张草图,入口笔记。 还有你。 请说,大人。 我有一个任务给你。 存命,大人。 花点花在饭 stations, 好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是这本书找到了人 基督徒开始阅读起来 他不停地看 看完又看 看完又看 他晚上看这本书 在白天 他也是在看这本书 他昼夜不停地看 就是因为这样 他读得越多 追求公义的心就越炽热 慢慢竟变成了他的重担 基督徒读到很多从前没听说过的事情 他不认识的慈爱 很多他需要悔改的罪 和关于这座城的起源 还有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战争啊 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女基督徒这本书是这么说的 而我的心也是这样相信 战争会摧毁我们的城市 嗯 那我们就一定要逃难到 到天成去啊 是光明的天成 你说天成 这只是一本书 如果你读过这本书 你就会明白了 它写得很合理 合理 你要我跟孩子们 跟着你到边界 边界 边界以外 不是吧 基督徒 一点都不合理 不合理啊 自从你开始读这本书 你变得越来越不一样 好像是疯了一样 什么这个城会被破坏 这个城会被烧毁 你整天弯着腰 看见你这样 我跟孩子们都很难过 就是这一个重担 重担 什么重担啊 基督徒 我看你不是都好好的吗 这本书我读得越多 我的担子就越重 你明不明白 基督徒 我知道 这一切看起来不太合理了 但是我真的很爱你啊 我真的不想大家出什么事 我是为大家着想 如果这座城被毁灭的话 如果这座城被毁灭的话 我不希望 你和四个孩子们 或城里所有的人都灭亡 我爱你 女基督徒 那你选吧 什么 你选啊 基督徒 我跟孩子们 你选啊 我们不想一直看到你这个样子啊 你就选择你想做的 留下来跟我们在一起 或者是离开 但是我们不会跟你走的 一定不会 不要忍不住 你这下来 我看不出来 你怎么可能 你怎么会 我看不出来 你怎么会 我看不出来 是 我的大人 有方向没有 方向有很多 你看你眼前就有一个 我是说失踪的那个人笨蛋 是 当然有了 也可以说有 又可以说没有 有还是没有 我们顺着他的脚印 来到边界之外 到了 到了 鱿鱼潭 所以他最后就来到这个潭 什么 是这样 我之前说没有就是这个意思 你到底下说什么 你看他的脚印 进入了鱿鱼潭 之后要离开了 接着一直走向外面的边界 恐怕尽忠他 仍然活着 还没死 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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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大人恐怕主人会不高兴 我当然知道 还用你说 是 时日 当然了 我们不能再失去多一个蠢材了 尤其在开战前 但是 我们要向主人报告 回去吧 我们要散播谣言 说尽忠遭遇不测 但是不能说太多 让那些群众 他们自己去胡思乱想 太棒了 这个计划实在太棒了 你走吧 我要回去 马上大人 马上回去 完全没有 再和我们一起 还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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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 有什么事 主人 我尊贵的身份 用不着你来提醒 是的 当然 有一个我们的人 名叫尽忠 他失踪了 说是这样 但实际上是去了外面的领域 我知道 主人你真是明示你 我们会尽力 这些就是你所讲的明示礼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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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出去 这事一定不会再发生 我向你保证 你真没人 主人 你要小心 一个笨蛋 很容易会延伸出 另一个笨蛋 我现在怎么办 我只是有这张地图 要是我来不及回到江王城拯救他们 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才好 我想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请问你是谁 你不用那么害怕 我的名字叫传道 现在你问怎么办 让我告诉你吧 就是逃跑 逃 不要犹豫了 不要浪费时间 你要逃避将来的愤怒 你的眼睛 就会看见你心里所相信的 你背后的担子 就能够卸下了 你 你看到了 我当然看到了 你这个重担 真是又重又难 这个重担好像越来越沉 是啊 忧伤的灵会使担子更重 单凭你自己 是不能卸下这个重担的 你有没有看见前面那扇门 门 门 在哪儿 来 来吧 不要擦掉眼泪 有时候透过泪水 会让你看得更透彻的 我看不到 这里你看清楚点 等等 我好像看到了 对 在光的那边 对了 听我说 一直朝那张光走去 你只要一直这么走 不要往右边走 也不要往左走 只要沿着直路走 没错 就是这样走 很快你就会走到那道门 那道门 到时候呢 就会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做了 现在你快点走吧 知道了 你要跑啊 不要浪费时间 快点走吧 跑 为什么 心怀二义的人 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没有定见 那边 什么 是他的圣意 你快点跑 那边 见到你了 基督徒 好 基督徒 你跑不掉了 固执是你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来 是让你这个笨蛋 不要再笨下去了 你妻子 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我一定要去 我不会让你走的 除非你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 我一定要去 不行 你不能讨价 好吧 好吧 终于答应了 山边 谢谢你支持我 你找到他了 好啊 那现在回去了吗 不行 那好吧 一路顺风了 回来这里 也可以 你要去哪儿啊 我说我会听你说的话 那没说我不去啊 哎呀 真麻烦 等等我 基督徒 为什么我们要抛弃我们所爱的 就是啊 为什么 因为江王城跟天城的区别太大了 天城的君王应许他的子民 在他的面前会有满足的喜乐 哦 不再悲哀 哈哈 还有呢 有黄金街 哈哈 不错 而我离开的江王城 充满了罪恶和痛苦 他讲的很有道理 你可以安静点嘛 你都没帮上我 好吧 我 我要找的那座城 是有慈爱 有喜乐 是永远长存的 我找到那座城后 就会回来告诉你们怎么样去 这本书很清楚地记载了这座城的事 你看看 说实话 我不想知道也不想看 从一开始你就不应该读那本书 开启这趟旅程最终只会是一场梦 说了这么久 我现在想回家睡睡觉了 究竟 跟不跟我去啊 你这个固执的人 我也想问你同一个问题啊 原来你和我一样那么固执 不过你顽固的理由是错的 善变 让他走吧 我们已经尽力了 你有在听我说话吗 你听不到他说吗 黄金街 不再悲伤 你傻子 竟然相信 好吧 那怎么样 工作没完没了 没希望 那里有黄金街 不再悲伤 再见了 好啊 我觉得改变主意也挺好的 当然是了 你是不是肯定不改变主意了 顾直 我像是要改变主意吗 你们这两个走向灭亡的笨蛋 我要给你们可怜的妻子说 再向监工报告 黄金街 不再悲伤 告诉我吧 那座城还有什么 永远的生命 心中的平安 君王面前永远的喜乐 光明洁白的衣裳 真是有福啊 我们还等什么 赶快往前走吧 这是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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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变 善变 救我 帮帮我 我实在不应该听出你的话 这是 这下 黄金街 永远的喜乐 光明洁白的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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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相信你那本书了 我现在决定 改变主意 我不去了 救命 救命 救命啊 你教我吗 我叫救命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我叫恩助 所以我就来了 谢谢你啊 好点了吗 其实 你为什么不走旁边的石梯呢 石梯 又被淤泥遮住啊 君王放下这些石梯在这里 是要帮助掉下去的人 这个痰一干了 又再一次因为人的恐惧 疑惑 失望 再次泛滥 就好像现在这样了 所以这些 对啊 样子像泥 又像泥那样粘粘的 这些会让人不断往下沉 但不是你 而是大量的恐惧 这个就是忧郁谈 有许多人来到这里 就像你的朋友那样 还没正式出发 就已经放弃了 但他们这样做 是正确的 我是指走回头路 但是 你踏上的旅程 要走这条天路 但心怀意义的人 是不行的 意志不坚定的人 他们绝对走不上 而这个忧郁谈 和你前面的困难相比 那根本就算不上什么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认识天成的君王吗 是他派我来的 对了 你有见过天成吗 当然见过了 好 我要出发了 我知道路途是艰难的 我读的那本书 都有这样说 我在路上 只能够依靠天成的君王的帮助 但我有决心 可以完成这条天路 我知道你已经下定决心 基督徒 我清楚地知道 你已经转向光明 不会再回头 你要努力啊 基督徒 继续走你的旅途 不要忘记 记住 各种不同形式的帮助 不会离你太远的 再一次谢谢你 是你 你身上还有些泥泥 再见了 不要忘记 记住 各种不同形式的帮助 不会离你太远的 pressured 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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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一个人 toda 原来你就知道了 没错 不是只有我 连主人他都知道了 他已经离开忧郁潭 去了我们国度的外面 那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吗 也不是完全没有 在我们国度的外面 虽然我们不能阻止 但是可以用恐惧 疑惑 名誉来劝退他 还有许多其他的方法 我要怎样才可以卸下这个重担呢 不惜一切代价 我也愿意 你没事吧年轻人 在你背后的那个东西很可怕 是什么东西啊 是这样的 我要去 不好意思 我失礼了 我叫世智 就是世界上的智慧 我是非常有智慧的 你刚才说什么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我要去天成就一定要先找到那道门 在那儿呢 我希望可以将这个越来越重的担子卸下 你能卸下这个重担当然好了 年轻人可是 是怎样 是谁告诉你在那里可以把担子卸下来 有个好人在我困惑无助时出现了 他叫传道 传道 那个传道 天哪 什么意思 你走了这么远到这里 那怎么样 那个传道啊 请你说吧 他这个人是 那他是 他呀 像只小鸟一样 有点疯癫 整天想着不切实际的事情 真的吗 传道为什么会叫你走这条路 这条路除了麻烦和危险 什么都得不到的 你看看你身上的伤痕 眼泪和泥泞 就知道你已经经历过了 所以不要走那条路 这是愚蠢和荒谬 你要走这条路 就没有麻烦和危险了 但是 没有但是 不要和我争辩 听好了 你要一直往这条路走 好孩子 没错的 一直往前走 不要停 不管前面发生什么事 按照我告诉你的方向走 你会去到一个村庄 叫做修行村 在那里有一座山 你看到路牌时 就知道到达了 你不要去你讲的那道愚蠢的门 而是去这座山 然后有人会告诉你 怎么卸下你那丑陋的重担咯 谁来了 我问你 你是谁呀 我 我的名字叫基督徒 有人叫我来这里 找一个身世 他叫侍法 我就是你要找的人 但是我不是身世 听说你可以将这个 不要吞吞吐吐的 快点说 我的时间有限 麻烦你 可以帮我卸下这个重担吗 我绝对可以 那太好了 麻烦你帮帮我 好啊 可是我不能往你那去 我是一座山 你要往我这走 那我要怎样做 怎样做 要遵行诫命和律例 哪些诫命啊 哪些诫命 当然是所有的诫命了 但是那些诫命太多了 太多 太多 你怎么这么想啊 诫命怎么会嫌多啊 过来 你想把重担卸下来 就要到我这里来 但是 但是 照我说你去做 过来 你离我太远了 我看不到你 继续靠你自己去做 我帮不了你 你错过了一条诫命 你看 你又错过了一条诫命 我办不到 你自己帮不了自己 就别希望我来帮你 站起来 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传道 唉 为什么你这么快就离开了正道呢 我不知道 不要说谎 小心啊 来吧 我们快点离开这里 诫命是帮不了你的 他只是提醒你 人是不能够靠律法称义的 你要知道啊 施法是绝对不能够帮助你卸下重担的 你说什么 我说 你这个讨厌的人 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力量 看看我的厉害吧 基督徒 叛跑 我的力量足以把你们埋葬 我要把你和你的重担 都消灭掉 走 现在没事了 试法倾倒下来的时候 改变了我们的方向 把我们带回到 你中途离开了的那条路 就是这条路了 唉 这根本不是我的错 唉 我明白 我遇上一个人 他叫施智先生 啊 你听他的 他说有个更简单的方法 可以帮我卸下重担 那我 于是你就离开了正路 我以为 君王会带你走一条错的路吗 不是 我只是 你之所以那么痛苦 是因为你 不遵行君王指示给你的命令 你说的对 是我的错 全都是我的错 我 不关别人的事 我不应该听施智的话 是我的错 我 被赦免了 什么 我 已经被赦免了 你的眼泪 证明你后悔了 君王说 你只要悔改 每一次的过失都会被赦免的 来 起来吧 你要继续你的旅程 时间已经不多了 但基督徒你要知道 有两件事 鬼王会引诱你去做的 第一 他要千方百计的引诱你离开正道 第二 他要使你的旅程变得更加艰辛更加困苦 现在往那道门出发吧 基督徒 谨记 不要再偏离正道了 你失败了一塌糊涂 但是我使他离开了那条正路 然后你放了他 在试制和释法的手上 我肯定他会掉进他们的网络 他是我们的 肯定逃不了 现在 不是我们的吧 你要我怎么做呢 多找些人 哪怕派整队的军队 都要抓到他 是的主人知道 不可以让他靠近你那道窄门 阻止他 要阻止他 要阻止他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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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氏 bah 哎 哎 哎 冷静点 冷静点 是那道门 终于到了 随时的帮助不会离你太远 救命啊 救命啊 叩门 叩门就给他开门 什么事啊 我叫基督徒 我 让我进去吧 好 就等你说这句 我终于来到了 我终于来到了 我还以为我不可以 但我真的来到了 来到了 从来没人会被拒绝进入的 你干嘛要来到这里啊 有人说来到这里 我的担子就可以卸下 我相信君王的话 来到这里 你所做的事 必有人告诉你 那我该怎么做 我建议 你快点跑 跑 是啊 走得越快越好 来吧 但是 但我以为旅程已经结束了 结束 基督徒 你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我是你的话 现在可拼命走 但是 走啊 快点走 怎么知道该走哪条路呢 是条直路 一定要走在直路上 它会带你到小市那里 快点走 来吧 等我来收拾你们这群怪物 来吧 啊 啊 行 啊 啊 啊 眼荣 好 燉 啊 咱 sogar 消息 看来这次我真的需要一点帮忙 这些是什么呀 你们是想我跟着你们走 你是谁呀 亲爱的基督徒 你好 我的名字就叫做小氏 我一直在这里等着你 而我一直等待的是可以进这种房子 眼见的并不是真实的基督徒 有时候人生的高低起伏 是把你带到有福的地方 什么人说得对 在这里你会得到帮助 你有什么想问呢 那些光 那些光好像跟着你走 当然了 我是小氏 我会把光带到黑暗的地方 我明白 你真的明白 你真的明白 基督徒 我真的 你真的 看见 而且明白 现在 我又好像不太确定了 来这里之前 你走在黑暗当中 现在 现在 我要把光 带给你以后的里程 他们是谁啊 他们是谁啊 我们是君王的跟从者 他要照着书上所记载的 用光来引导我们 他们得到君王永远的应许 他们的眼目放在永恒的事情上 你要牢气啊 基督徒 你会遇见很多人 他们假装要引导你走到正道 却只会引导你走向灭王 他为什么哭呢 他是谁啊 急欲 他在发脾气 因为等不到他想要的东西 你长大后肯定不可爱 而这个就叫忍耐 他很高兴享受他所得到的 你已经学懂了不单用眼睛看 更是用心去看 基督徒 你在这里学懂了什么 君王应许 他给我们的福乐 我们要存耐心和喜乐的心等候 不要受诱惑离开正道 你在这里看见的事情 会帮助你以后的旅程 而最后 嗯 啊 如果你想知道 他为什么困在笼里 问问他吧 先生 为什么你那么绝望 没希望 请你再说一遍 我 我听不清楚 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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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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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刚才那个人 真是让人觉得很难过 绝望是会让人好像他那么可怜 这是什么意思 当时候到了 你自然就会明白的了 基督徒 在你以后的旅程 你一定要记住以下这句话 看 却是不能看见 听 却是 却是 不能听见 你已经准备好了 可以继续旅程了 好好思考 今天学到的功课 这些会时刻激励你 引导你到心里 渴望的那个地方去 Be thou my vision O Lord of my heart Nord be all else to me Save that thou art Thou my best thought 遇到天或夜 醒醒或睡 遇到我的灯 忍耐路 急欲静 走哪条路好呢 看 却是不能看见 看 这条路不像一般的路 但是跟着君王的路上走 就不会走错 不管这条路有多艰难 祂和祂唯独 灯在我的心 床王的天啊 我的宝贝 祂是 我也不知道 背着这个重担 怎样走上这条狭窄的山路 但是 君王会赐我力量 如果 他的旨意 是要我清赏 什么 太好了 我越是接近这个十字架 我的重担就越清省 我做得对了 选择走君王的路 是对的 我只要继续走下去 他 要使我得到 释放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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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基督徒 你的重担已经被卸下了 你们 你们是谁啊 我们是君王的使者 你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的心已经洁净了 君王他为我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没有人可以做得到 连我自己也做不到 他卸下我的重担又赐给我新的生命 对 的确是 新生命要穿上新衣 你现在是属于君王的人了 基督徒 你在他的国度 是他的王子 是他的儿女 我的心现在充满的全是感恩 因为我已经穿上新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我的重担已经卸下了 我心里面充满了喜乐和平安 现在你还要继续你的旅程 直到你到达美宫 你可以在那里休息 准备面对前面要发生的事 太狠了 我们已经没什么可做了 什么都做过了 但是做的一点都不够 我们失败了让你失望 失望 或许 或许人们会忘记他的 或许我们放过他吧 放过他 你说放过他 这个笨蛋 已经对我们构成更大的威胁 威胁 什么威胁 人们不会忘记他 还会跟他学 不行 一定要阻止他 但是在他身上有印记 你真以为我什么都做不了吗 你没有看过我是很多人 离开他们的旅程 永远去不到天城吗 当我收拾这个基督徒的时候 他就会躺我在自己流出来的鲜血中 终于到达了 那是什么呀 这是 这是什么呀 只是一些森林动物 我怎么办 我要怎么办 我要怎么办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 向前走 救命啊 救命啊 过来 过来 基督徒 过来 过来 过来这里 基督徒 你真的太勇敢了 你刚刚通过了信心的考验 锦锦合格 不叫锦醒 这是我的家 也是你的家 我的心还是跳得很厉害 我害怕 失去了我得救的喜乐 不要担忧 害怕是正常的 不要给刚刚那两头狮子下着了 在这里 有我 和我的四个女儿 她们是谨慎 闲智 敬虔 敬虔 和仁爱 基督徒 欢迎你来到这个大家庭 谢谢您 实在太感谢你们的招待 从来没有人这样招待过我 天成的君王 为了像你这样的天路客 才建造这所房子 好让你们的身心得到恢复 这里是你和我们的家 以往的天路客 都是这样走过这个旅程 就让他们的榜样激励你了 因为你现在是他们尊贵的同伴 你走天路不再孤单了 请你到饭桌这边 我就是这样走上这条路 每走一步 我都学会多一点 每克服一个难关 让我更刚强 我知道君王在我身上 有他的美意 你们看 我终于来到这里 我还死不了 那你的家人呢 妹妹啊 妹妹啊 我这样问 因为我知道他们仍然在你的心里 这是我唯一的遗憾 很可惜 我始终没办法说服他们 基督徒啊 你不需要忍住你的眼泪 我们是一家人嘛 我很爱我的妻子 也很爱我的孩子 只要提到他们 我就会很难过 因为他们时刻地在我心里 君王曾经应许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所以我知道有一天 他们会像我一样 走上这条天路 你放心吧 君王已经知道你的哀伤 你为你的家人流的眼泪 是不会白费的 你要心存平安 要将你的担子交给君王 不用担心 因为他连你的头发都数算了 跟我来吧 我今天带你去一个特别的地方 好好休息 让你的身心灵 可以得到安息 我觉得挺适合他的 当然了 这么合身是有原因的 这件衣服没我那件舒服 但你在旅程的下一个阶段 需要这套军装 现在让我们陪你去吧 怎么可以再麻烦你们呢 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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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 我知道 下山原来跟上山一样危险 所有人来到居千古 都会觉得很困难 去到那里 他们一定要独自面对 你 你说什么呀 你说叫什么谷 哦 这什么地方 我在哪儿啊 盔甲 剑 盾 盾 抹这身装扮 是准备去打仗吗 盔甲 要勇敢 要勇敢 是准备去打仗 亲爱的基督徒 你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危险的地方 为什么要离开你舒适的家和你亲爱的家人呢 你是谁 你真的不认识我吗 我是你的王 我 我的王 你看清楚点 你握着剑 但是我没有武器 现在跟我回去吧 回去 女基督徒和你的孩子 你真的不知道他们有多想念你们 父亲 回家吧 回了吧 是不是很想念他们呢 是啊 父亲 你在哪里 回家吧 基督徒 为什么呀 但是 这趟旅程是为了去天城 所以我不会动摇 相信我吧 这个世界 没有人比我更欣赏你 你是想一想 即使你去到目的地 爱你的人会变成怎样 或者你可以救自己 但是 他们会怎么样 其实 你跟我回去是最好 现在 把你的剑放下来 他们的眼目放在永恒的事情上 你要牢记啊 基督徒 你会遇见很多人 他们假装要引导你走到正道 却只会引导你走向 灭亡 灭亡啊 什么 君王 从来没让我失望 我也不会让他失望 你这个骗子 满口谎言 你颠倒是非对错 主口 而我服侍你 什么也得不到 只会换来灭亡 主口 你听着 我只会效忠天城的君王 真的吗 我效忠君王 这趟旅程 你曾经让他多次失望 你已经是你的君王蒙羞了 这样更显出 他有莫大的怜悯和宽恕 你这个骗子 用无形的锁链 捆绑你的人民 君王已经打碎了我的锁链 使我得释放得自由 我要跟从他 你的旅程到此为止了 我发誓你不能再向前一步 你只怕打碎 我发誓你 好 你了 你了 你打 你了 我发现你 你了 你了 我发现你 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我啦 我的仇敌不要向我夸耀 我虽跌倒 却要 起来 我们会再次碰面的 基督徒 当巨浪将你吞噬 死亡冰冷的手紧紧缠着你可怜的灵魂 我会在那里 走啊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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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忠 你是 是你找到那本书 是啊 所以我知道将来的战争 和江王城的起源 是被诅咒的城市 这个城跟我们要去的天城 完全相反的 那天城是存留到永恒的 是传道 很高兴看见你基督徒 就是他指引我来这条正路 是啊 他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也很感激他指引我 但是为什么你会来到这里 来跟你们分享快乐 来 一起吃点东西 我也肚子饿了 是啊 这食物来的正是时候 来 好朋友们 来休息一会吧 我很高兴 不是因为你们面对了那么多的挑战 而是你们竟然有信心面对 而且继续走天路 亲爱的基督徒和尽忠 你们两个人 有不能朽坏的冠冕 为你们存留 但你们要小心 你们还没有逃离邪恶的势力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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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有什么要向我们说 你们 你来这里一定有重要的事要说 到底是什么 你们不要期望前面的路途没有艰难 但是我们已经证明了有能力可以应付 我们全身的伤痕可以证明 听着 我的意思是更凶险的艰难 是一些你们可能没办法逃脱的艰难 什么意思呢 你们很快会到达一个小镇 你们会被人拘捕 被拘捕 其中一人或你们两个 会用你们的血为君王做见证 你们要经过的城是一个花花世界 它是由邪恶的亚伯伦建造的 它是位于通往天城的路上 要保笔吗 这个城镇永远都不关门的 里面有一个市集 在市集里面 你们会遇见各种各样迷过人心的事情 你看看 我之前都没有见过这么怪的人 每一个天路客都一定要经过这个城 两位 请过来喝两杯啊 你心里一定要坚决走这条天路 不要过分自信 要试试想起我的提醒 你就会知道怎么做了 有些人进了城以后就会跌倒 因为他们一只眼看着永恒 另一只眼却留恋着今生 两位 有喜欢的吗 有想要吃的吗 有想要喝的吗 有想要喝的吗 你们两个来到这里 不可以什么都不玩的 尽情享受 不要啊 不要啊 不要 我们想要的东西 你们这里没得卖 先生 不可能的 听到他们说什么了吗 不知道 嗯 这里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市集会停止运作 这两个奇怪的陌生人 坚持说这里没他们想要的东西 结果他们引起骚乱 市集就停止运作 太过分抓他们去见法官 什么 我们没做错什么 不好意思 让开 让开 我说让开 法官在这儿了 带他们过去 带姿势分子进来 发生什么事 我们的市集怎么会停止运作 嗯 就是这两个陌生人呢 嗯 他们干什么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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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他们什么游戏也不玩 什么东西也不买 什么也不做 就是你们什么也不做 所以市集停止运作 现在只有一件事可以做 就是传账陪审团 陪审团 全部到齐 全部到齐 我们有证人吗 有嫉妒和虚荣啊 你们认识这个犯人吗 你们认识这个犯人吗 我认识 起码有十五分钟 那你要控告他什么 那你要控告他什么 他们说他们要的东西 我们没有的卖啊 这件事怎么可能呢 平安 喜乐 仁爱 还有无私 忍耐 和知足啊 除了这些福气以外 还有永不朽坏的冠冕 你说什么呀 我怎么做事 你真是的 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 真是的 保持肃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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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我们有卖这几样东西吗 当然没有 这里是虚华氏 不是梦想世界 我甚至不知道 从哪里找到这些东西 你说的那些平安喜乐 我们没有卖 但是我们这个虚华氏 什么都有得卖 你说的实在太对了 这些永恒的福气 唯有君王 才可以赏赐给那些爱慕的人 这些是任何钱财 也买不到的 唯有真心跟随君王 才能得到丰盛的生命 那你可以证明 这美好的东西 真的存在吗 这些是君王的恩典 那好 证明给我们看 他们不是一个 可以放在手上的物件 这些极美好的东西 是可以放在心里面 而且在苦难的时候 才是最有价值 只有苦难 才会显示出它的价值来 那么法官大人 我有个提议 可能我们真的缺少一些东西 有什么提议 那当然是苦难了 你说苦难 苦难 财然 你给我过来 你到底在想什么 市集已经停止运作了 这个不是好的原因 我可以裁决了吗 不行 当然不行了 你到底要说什么 难道你看不到城里人 对那两个人的言论 有什么反应吗 这两个傻瓜讲和平 仁爱 无私 还有什么什么的 给他们点苦难 就能看到 有没有他们所讲的那些东西 那我们的人民就会知道 原来这些东西根本不存在 哦 我明白了 我知道了 非常好 我迟一点才判决 知道证据缺凿 加一点苦难给他们 市集冲开 你们在干什么 放开我 搞定了 我们可以去玩了 好啊 我们去玩了 你有比我们更好的东西吗 你接紧我 这边市集更好玩 这边市集更好玩 他们表现怎么样 独打石头 人辱他们都受得了了 他们一次也没有还手 他们甚至对攻击他们的人微笑呢 可恶 卑鄙 他们简直是不正常 真是邪恶 越将他们铲除 越好啊 一致通过 把犯人带上来 我们找不到理由来释放你们 我们是遵从君王的命令 君王 君王 我现在宣判你 死刑 什么 由他开始 你不可以 我宣判了 不要 好了 大家可以返回尸基 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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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伤心我的弟兄 传道来就是要我们为殉道做好准备 今天我要用我的血为君王做见证 尽忠 不要 不要为我伤心 我会比你先去天城 你要尽忠 你要致死忠心啊 不要 我们在天城再见了 尽忠 放心 明天就轮到你了 尽忠 带他走 尽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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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忠被判死刑 当他被火烧死的时候 有一部马车等着他 他气一断 就被接到车上 他被接入云中 天使找捷径 将他送入天门 尽忠 你要坚持到底 我 我很需要力量 我很需要帮助 我真的很需要帮助 讨厌 市集重开了 但我们却要在这看守 这个明天就要被处死的人 就是吗 我也是这么想 我有个主意 你自己先去市集那玩玩 我在这看守 没必要我们两个男的在这里 等你回来后 我再和你交换 啊 这样啊 你看 没人知道 你不说 我 就这样 不用再说了 等会儿见 我 你 你 吃 吃 你 吃 啊 你 吃 你 不要 兄弟 你是刚才看守我的侍卫 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 不是 不是 我不是要抓你回去 我来是要跟你一起走 当我听见你的同伴 锦钟 对 当我听见锦钟说的话 我觉得很有道理 其实在西华市 不只是我一个人有这种感受 有些人也有同感 所以天路客到天城之前 必先经过这座城 为了可以帮助像你这样的人 我已经撇下所有 我不会回去 或者你可以跟我一起去 对了 聊了这么久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盼望 盼望 今晚好好休息 正如你的名字 盼望 你真勇敢 明天就启程去我们君王那儿 我的好弟兄 尽忠 你的牺牲是没有白费的 这条路这么难走 要走很久了 你看 为什么我们不走旁边那条路呢 但是走那条路 会不会使我们离开正路呢 怎么会呢 两边是平行的 看 走到很远的都是平行的 如果我们在那边穿过去 我们可以再翻过那面墙 就不用长途跋涉那么辛苦 跟我来吧 现在在哪儿了 那条路不见了 我们要往原来的路折返才行 我真的没想到 会那么糟糕 来吧 盼望 我们一定要折返 但是现在连哪个方向都看不清楚 你看 我们先去那边避雨吧 我们在这里避雨 雨应该很快会停 看看我的血里有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东西 除了 什么事 啊 一闪 有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 我说说 你们永远都不可以离开这里 你真是咎由自取 你真是笨啊 已经过了多少天了 六天 没食物 没水喝 这些全都是我的错 你不要责怪自己了 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 但这是我的主意 我也有同意的 请你不要总是这么想了 好不好 只需要一刀 你们就可以解脱了 我们死定了盼望 什么 死定了 你看不见下面的骨头吗 说实话我不想看 我们死定了 我只希望他不要再走下来 糟糕 你们死了没有啊 我只要 我真的不能再忍受下去了 什么 为什么你们还没有死 我给了你们一切工具 刀 笨 绳子 让你们可以自我了结 你们 你们为什么还不动手啊 你们让我非常的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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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了 她是不是晕了 又来了 糟了 你 当初我妈警告我 叫我不要嫁给你 我应该听她的 我这么漂亮 有多少巨人可以让我选 但我却没选 看看你 叫你办点小事 你就像那些没用的老头子 离开就晕倒了 为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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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她不杀了我们啊 这样一切就结束了 因为她不能够这么做 不能够 你看看她的双手啊 她一根手指就可以碾碎我们 真是如此 她 她可以 不 她们不可以 我之前怎么想不到呢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看 在屋顶天花那里 你看见什么了 骷髅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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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的骷髅头 不是骷髅头 是一面骑 骑上面有个名字 是这座城堡的名字 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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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 啊 绝望城堡 他们不杀掉我们 原来是想我们绝望 想我们自杀 对啊 怪不得 我们逃不出去 等一等 我 我还是不明白 记得她说过什么吗 我给了你们工具 让你们自我了结 他们不可以杀我们 你明白吗 她只可以困住我们 让我们感到绝望 等我们自杀 只要我们不绝望 一定有办法 一定有逃走的方法 一定有办法 一定有的 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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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人就是我 就是我在笼子里 你在说什么呀 绝望的相反是什么 不知道 盼望 那是什么 这可就是出路了 这 安静一点 只差一点点 可以走了 盼望 盼望 什么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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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一无是处的巨人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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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刺激到他 又可爱又有趣的巨人 我 我 那些犯人 他们逃跑了 快点 快点去捉他们 小可爱 不然我就扭在你的头 给我回来 你 做得好 小可爱 做得好 做得好 真是太好了 你这个一无是处的巨人 真 一无 快点 快点抓住他们 你这个大笨蛋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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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我应该听我妈的话 她叫我不要嫁给你 但是我没听 本来有很多巨人让我选 我没选 缺陷了一个又笨又臭的 现在还要我穿着水衣走下来 把你捡回来 你真没用啊 你猜巨人会怎么样面对她发怒的妻子呢 她一定很绝望 正合她的名字 怎么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 但是前面好像没有路了 虽然是这样 你们仍然得到带领 欢迎来到君王的乐山 享受未来的福乐 谢谢你 牧羊人 我叫 你是基督徒 你是盼望 我认识你们 你们是蒙爱的 但是我们怎么不认识你们 我认识你们 你们受了许多的苦 并且很认真地寻找的天成 已经近在眼前了 我想你们一定很高兴的 这个的确是一个好消息 那待会儿的旅程 会不会很危险呢 你们要好好地记住我的话 你们不是孤单前行的 因为有君王带领你们 好像牧羊人带领他的羊 他总是在前面走 即使他看不见他的羊 我把这幅地图交给你们 跟着走 小心奉承你的人 不要在那迷弃地上睡着了 要让天成的光 在前面引导你们 我们会照你的话去做 牧羊人 现在请问这个方向是 他去哪儿了 他刚说的那幅地图 有交给你吗 我正想问你同样的问题 如果我们有那幅地图就太好了 我现在都不知道要往哪儿走 啊 实在是太好了 让我告诉你 不是常常那么好运 走了那么远 还能碰上其他的天路客 我实在很荣幸能遇见你们 我叫基督徒 他是我的朋友 盼望 很好的名字 能如实反映出你们美好的品格 你们正在往天成对吧 是啊 你说的对 不如我们一起去吧 但是天成的光好像是从这边来的 只是好像 来跟我来 告诉你们我知道该怎么做 你知道吗 我看人很准 我只接受那些 可以跟我有同样信念的人做同伴 是啊 幸好我有基督徒做我的同伴 基督徒的美德和信心 都比我好 我也一直在学信心的功课 不过会有跌倒的时候 啊 他的旅程也比我开始的早 我十分欣赏他 原来如此 真是很棒啊 不要这样说 我不是一个学习的好榜样 不要这样 你太谦虚了 不如来分享你英勇的历险故事吧 我将铭记于心 啊 真是太多了 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啊 你真是太谦虚了 他经过忧郁潭平安没事 那些令人讨厌的淤移 还有居千古呢 有许多人在那发疯掉 在绝望城堡 我们也能逃掉 我告诉你啊 那里有很多骷髅骨头 只有很少人可以成功逃脱 我真的要向你下败啊 还有啊 我曾经跟亚包人决战过 你真是最厉害的 我是说最厉害的傻儿 你是 意想不到吧 你认为我们会那么轻易放弃 放我们走 看看那些网 是用你们自夸的话编织成的 看神的那么粗 就知道是你们被自己的骄傲阻挡 不能往天城去 快点 放我们走啊 可惜啊 你不能够跟你的妻子道别 或者该改口叫寡妇 不要 是奉承你的人 什么 他是奉承你的人 我们中了他的诡计 我究竟又到什么时候才能聪明点 所以我们不可以再绝望基督徒 但是现在我真的做不了 不要 你不要这样嘛 我们不要放弃希望 要回想牧羊人所说的话 小心奉承你的人 这一句之前呢 你们不是孤单前行 你们并不孤单 实在很疼啊 有时拯救会带来伤痕 盼望 你们不是遇见了乐山的牧羊人了吗 我们遇见了 他把地图交给你们了吗 他只是提醒我们 只是警告我们 但地图他没给我们 君王的指示就是地图 基督徒 他不是已经说明哪里可以去 哪里不能去吗 他有啊 他有啊 我现在明白了 你们要警醒 直到最后一口气 因为你们已经非常接近旅程的终点 我们怎么知道已经到达了 当你们走到旅程的终点 邪恶的势力就不能够伤害你们 旧的已经过去 新的生命就开始了 不要害怕过河 因为永恒之城就在前面 当你相信君王的全能 你在水中每走一步 你会发现你的脚步越来越稳固 喂 你要去哪儿 你没看见天城就在前面吗 究竟怎么样才能过河 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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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明白 好像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过去 绕过去不行 也没有路可以跨过去 要进去啊 你到底在说什么 根本没有路 来到这儿你还不明白吗 这是死河 这是人生最后的终点 邪恶的势力不能够伤害你 死亡 死亡 在那里旧的已经过去 新生命将会开始 我们要向前走啊 但是我走的路都是为了家人 我要去 盼望 我已经决定了 基督徒 但是我 我不想去啊 你已经走了那么远 来到这里 我要为我的妻子和家人 开一条通往永生的路 我一定要拯救他们的灵魂 你是办不到的 只有君王办得到 他已经为你和别人开了路了 你要做的就是跟从他 你们相信我吧 关于你们走天路的事 在江王城里已经有许多人在讨论了 有人是会跟从的 包括我的妻子和孩子们 这个问题只能由他们来回答 如果他们愿意 你会不会带他们只来到河边呢 还是带他们过河进入天城 得到永生呢 那你再也没有罪恶了 我要去天城 我要走了 盼望 在我们的旅程里 你告诉我 君王从来没有让你失望 他的应许是信实 我相信他会带我进入天城的 再见了 亲爱的弟兄 盼望 他走了 去吧 往天城去 那是你们俩很努力所寻求的地方 去见君王 不是吗 去吧 但是我很害怕 你的害怕可以理解 但是你要用你的生命 来相信君王 那么好吧 传道先生 我愿意用我的生命去相信他 我们会再次碰面的 基督徒 当巨浪将你吞噬 死亡冰冷的手 紧紧缠着你可怜的灵魂 我会在那里 不要啊 当你相信君王的全能 你在水中每走一步 你会发现 你的脚步越来越稳固 救我 你从水中经过 我必与你同在 你瘫过江河 水必不漫过你 我在流血 流血 啊 啊 是你 你是 你是牧羊人 我是 我是好牧人 我就是君王了 我看见血 我在流血 好牧人为羊舍命 基督徒 你看到的血是我为你的罪流出的 你不用担心会受伤的 在这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不再有死亡 悲哀 哭嚎 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欢迎来到天城 这里就是新天新地了 欢迎你 弟兄 基督徒 欢迎你 盼望还有尽忠 弟兄 弟兄 我真的希望我的家人 能够看到这新天新地 那么他们就会来这里 他们就会愿意走这条天路 大约送赞 尊贵 荣耀 权势 都归给做宝座的和被杀的羔羊 直到永永远远 本人约翰是一名牧师 在十七世纪的时候 为信仰的缘故被囚在监狱里 在狱中写了天路历程 这本预言故事 除了圣经以外 天路历程被誉为是世界上 第二本最有影响力的书 被翻译超过两百多种语言 现在一直在出版 这本书一直激励了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 鼓励他们去走通往天城的窄路 去朝见永世的君王 我知道这样做很伤你的心 我也很难过 但我一定要去 因为我相信这本书说的是真理 这本书应许我们 相信的人就有永生 因为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 我终于明白了 基督徒 基督徒 还活着 孩子们 起来吧 我们要一起走天路 我们要去天城了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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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祝福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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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